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一下所谓光的二极体 Photel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光的变定体 在Photel的部分我们没有提供对应的安息 所以说这部分的话你可能要自己 要自己上网才能拿来做实验 但是我们有提供Photel的光的变定体 同时我们也有光的变定器的实验 在光的这部分它不像温度感测部分那么多使用电路 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些元件的特性 如果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些 比如说电流转换成电压 还是电压放大 还是电流转换成电压的方法 依然可以使用在这些感测器上面 OK 那在这边 这边虽然有乐 但是我们没有元件我们就不会进行 有元件的话我们就会 有时间我们就会尽可能把每一个 每种不同的感测器吸引都试着用过一次 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一些基本的 关于光的部分我们有一些东西要知道 就近这个感测器之前 那首先就是关于这个频谱的部分 那因为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频率 它会对应到不同的波长 那在我们电的信号传递的时候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般那种通讯系统 大概都是用在比如说 Gigahertz以下的波长 信号波长在Gigahertz以下 那挺多就是比如小于10Gigahertz 比如说我们常说那种无线通讯 那我们大概5Giga 或是1.8Gigahertz 900MHz 那一般的这种FM条片的话 大概在100MHz左右 那接下来假如说是AM的话 那它的频率大概只有几MHz OK 那他们在这边 对应的他们的波长都算是长波长 所以说他们大概都是这个 波长大概都是几公分 几十公分到几 甚至到几公尺 OK 他们这个波长的范围 那在我们这边就是光的部分 那我们对光 但比较感觉就是 没有我们可见光 那大概就是只有在这边 而是很窄的一个平台 那它对应的这个波长是750 可以看到这边是10的负6质方 10的负6质方 10的负6质方 那 假如说这个频率距离提高的话 它就叫紫外线 这是Altraviolet 然后这个假如说你是这个 是在红色光之下的话 这是红色光之下 那它就是那个外线 我们基本上在赶射IC的时候 这边赶射IC 它大概侦测都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信号 就是比如说从紫外线一直到红外线 这个频段 所以说你在IT上面 它会看到说 它会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波长做侦测 它会写 它不会写说 它是要侦测 我知道侦测这个还是这个 还是什么颜色的光 它都是给你说 我侦测的这个波长 它会用波长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就是专门 专门就是侦测这个七板 这边七板 那你就知道它大概是红色光的部分 或者说它可能是侦测 是数字在前面这边 它可能是这个外线或色光的侦测 所以它们的所谓sentivity 它们的那个敏感度 会跟它们这个波长有很大的关系 那另外就是在光的感测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大家要知道 就是比如说光亮照度瓦克数 那光亮者就是说光源 光源的话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标准的话是用烛光 用烛光来做它这个光的 光源的强度的一个单位 那它的光 这边有看一下 是代表它发射的量 它发射的量 比如它在用光源的时候 它就说是空间中的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距离这个点 它的比如说一公尺 然后接下来它会有一个空间中的一个立体角 这个立体角质就是说 它是一个怎么说 它有X 有X有Y 然后它会变成说像是一个四方形的 一个四方形 在比如说这个圆的外 圆的外围 然后假如说你有一个 怎么说 一般我们的角度是两条线 但是它这边的角度指的是 立体角质是这个 它是这个角度 它实际上是一个像 可以围成一个像四边形一样的东西 我知道各位 各位能不能理解 我画在这上面好 就是说它所谓立体角 比如说就是 这是一个圆 一个圆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它会这样 它会有一个 比如说 这样子的面 四方形的 空间中的立体角 它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 这样子的角 因为这样子是一个平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角 但是假如说是空间中的话 它还会 就因为还会再长出来 它还从画面里面长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像是一片 这样子 那这是空间中的立体 它是指的是说 这样一个单位的面积 然后它会通过这个光通量 那它是多小光量 然后在这边它感测的时候 其实它 看一下 它这边光通量的一个单位 是用流米 流米来做单位 然后这是光度的部分 那照度的话就是 比如说 你定义的某一个单位面积 比下一秒钟 它通过多少光 多少流米 OK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其实可以用 有点像是电流大小 照度 它跟电流大小 其实是很类似 它就一秒钟通过的电流量 它单位面积 我们电流通常是指的是整块面积 因为我们说导线电流 是说这整个导线里面 它一秒钟流过多少电流量 但是这个照度 它其实它还要处于说 多少面积 多少面积 我们一般的电流 其实就是指 就是总的光通量 总的一秒钟通过总的光通量 那这个照度呢 其实它是 等于说这个 就像电流 它还要处于说 这个电流 它是通过面积是多大 它要把面积处下来 那照度呢 这边是照度跟这个光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 OK 基本上呢 这边是你的 你发射的来源 你发射的来源 那它处上距离 距离越远的话 你事实上这个 各位都知道 在这个空间里面 比如说一个点 它发光 接下来 假如说 你距离这个点越远的话 它基本上 它一个单位面积 它能分到的 这个光通量就越少 因为它整个是辐射的 辐射很出去的 所以它应该距离 乘上一个平方的 平方的比例 等于说 你假如说距离变两倍的话 那你的照度可能 只剩下十分之一 OK 那不过我想 这个 这个比如说 所谓光的 强弱 大家其实应该 因为我们电机器用的很少 其实用的很少 所以在这边 只能就是 迎接一些照度计 然后来量测 这个当下 比如说这个环境 它的一个光的 它光的照度大小 光的强度 那右边这边有一个 就是算是 可以给各位当作参考 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中和太阳 那它的照度 就是 这个是1.2215四方 它的单位是 这个 Lux OK Lux 它其实中间少了一个U 就是 一般是Lux 那有时候 简写就直接写Lux 那Lux呢 它的定义就是 就是说这个是照度的单位 它是这个 一平方 就是因为它是单位面积 它面积是用m平方 用公尺平方 然后这个 光通量是用流米 OK 那 其实它有注意 它这边还有一个 1秒 不过这边 它写这个单位 其实没有把那个秒 放在里面 OK 好 但是你要知道说 它是1秒钟 每秒钟通过的 OK 那这边 后面这边都是 这个 就是 以这个 以这个单位 以这个单位 Lux 所以说就是 比如说 这1.2315四方 好像就很强 这算是强光 那接下来就是 一般我们这种 灯泡 它可能就是 12四方 100 Lux 这算是比较弱的 弱的灯 然后 这个 就是 比如说满月 0.27 这个 就很暗 OK 那 这个是一个单位 那其实 还有另外 另外一个 长用单位 它是用 它的单位 它并不是用 宫尺的平方 而是用这个 尺 就是音质的 它是用bit bit 就是一尺 一尺的平方 平方公尺 但是那个尺 是那个音质的尺 它是公尺 就是音质 所以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一个bit 它大概是等于0.3m 左右 一个bit 大概等于0.3m 所以说 这边 它变成说 是0.3m的平方 它会 0.3平方 OK 然后 大概0.01 它翻上去 所以说 这个 一个 可以玩一下 我刚刚讲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刚好相反 就是这个 一公尺 跟这个bit 它是差三倍 不过是 看起来是 从这式子 看起来是 这边是 它变成 我刚刚已经讲是对 这总之就是 这个烛光跟烂之间 是 是 差一个十倍左右 差一个十倍左右 所以这边 假如这边 0.3的话 那它就会翻过来 变成 变十 OK 十倍大强 对 没错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知道 所有这两个单位 两个单位可以使用 那但是在 一般的 这个3iC 3iC上面 它都是用 LX 那接下来 还有一个东西 是瓦特数 一般灯的瓦特数 其实指的是说 这个灯的耗定功率 或者说 这个灯泡的耗定功率 那 这个灯泡的耗定功率 其实 会 大概会跟它的 长度有关系 就是说 你的瓦特数越强的话 当然你所发出的 这个照度会越强 OK 但是 不是说 今天是白光的灯 跟黄挂灯 它都是60瓦 那它发出来的 灯度就是一样的 这不是一定的 不是说我60瓦60瓦 所以我们的灯度就是一样 这个 我们的光量就是一样 这不是 就是说不是 不是等益的意思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 Protodial Protodial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光的二级体 那这个光的二级体呢 它是接收光 然后会 产生电流 回想这边流 OK 这边呢 这个是 可以看到这个 X轴是V Y轴是I 这个V跟I呢 你就想要说 这边 它的跨压 然后它所流过的电流 假如说你单一看 这一条曲线的话 比如说 这个 假如说我把这个Dial 我给它偏压 它越来越 越大 然后让它变成顺向导通 它这个 这边就直接往上飙了 然后接下来呢 假如说它今天 它还没有 超过它这个导通的 灵界变压的时候 它就是 电流就轻微微 然后你假如逆偏 逆偏 逆偏 逆偏很大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Dial 它会崩溃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 认识的 一般的 Dial 那这边呢 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它在这边 它有好几条 像这样的曲线 注意到 你看到这边有一条 它下面 这边还有不同的 还有不同的 这些不同的曲线 是代表说 假如说你今天 把这个Dial 给它照光 照光 那你根据光的强弱 根据光的强弱 它会在这个 比如说它没有偏压的时候 它自己会流电流 它这个电流并不是由于 它的那个跨压所引起的 而是由于你外面 打光进去 使得说它里面这个 因为这个Dial 它也是PN界面 你打进去的话 你会让里面的电子 它产生那个 额外 它有额外能量 所以说它会从原来的 那个 下载 跳上去 跳到那个导电带 就是传导带 所以说 它就可以产生电流 OK 那注意哦 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当你在给予 你给予光的时候 事实上它电流会是从 从部往正流出去 一般 一般我们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加一个跨压正下 正部 然后电流从上往下 从正往部流 这是我们一般认知的 认知的方向 但是呢 当你在加 当你在照光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电流 是从 下面往上 等于它从正 从这个正端出去 所以它发生相反的 OK 因为一开始 现在有人会搞错 所以在这边正化 一直搞不清楚 那 所以说你注意到 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照光 我一开始没有光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它这个电流呢 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I哦 这个I呢 是用蓝色的I 这个方向的定义 这边这个I 它是用正 就是往下流的 当做定义 当做定义 所以说在这边 你光越照越强的时候 它这边是 部的电流越大 它是直是往部的走 它是越部越多 指的是说 它这边 红色的曲线的这个电流 越变越大 往上流的电流 越来越大 好的 所以这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 在这个曲线 我们 有把它抓了几个 比较特定的点 来当做一个 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在这边 这个点是我们会关注的 就是说 你在没有电流的时候 注意到这个点 这个点所代表 就是你没有电流的时候 你的加压是多少 你跨了一个电压 然后这时候没电流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点想象成下面这张图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 这个跨压是 给VOC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给这个Diode 这个Volodiode 给它一个跨压 这个是VOC 在这个状况下 它不会有电流流过 它电流等于零 因为它对应到是这个点 你可以想象说 它这边有加电压 但是它却没有电流 I1加I2 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我把它所流过的电流 这个光的二级电流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来自于 外面所加的光 所以它产生红色的曲线 这个电流 另外一个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对Diodeode去施加一个偏压 它会产生这个蓝色的 因为偏压所产生的一个电流 所以说它的电流是有两份的 它多加了一份是光的 是光的 那 再接下来我们回来这个点 这个点指的就是 你加了一个VOC的偏压 加在这个Diode的两端 使得说让它所流过的电流 I 这边的总 它所流过的总电流是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说是 这边I1跟I2加起来就等于零 I1跟I2加起来总效果是等于零 那其实你在这边你可以 可以想象说这个Diode 它在照光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一个电压源 它就像是电压源一样 所以说它才会有电流 它会自己产生一个 往上的曲线的电流 因为你就想说它就变成像自己的电源一样 那 当你加上VOC的时候 这边它就没有这个电流 就好像说它这个外加电压跟它里面这边 因为你照光的关系之后产生这个电压 它互相比较 OK 所以说这时候呢 你就想说 诶 这时候这个VOC就代表说它里面 它在 它 那因为I等于零 I等于零 其实你就想说它好像是开路了 所以它这边是Open Circuit 因为它I等于零 Open Circuit 然后这时候再是这两个端点 它等下产生的跨压是多少 OK 这是VOC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这边 中间这边 中间这边指的是说 我的电压 电压值为0 跨压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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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象说 就好像说法 这个Dial的 把它的正部端直接接在一起 它就变成短路 变成一个回路 OK 在这个回路上呢 假如说你加上光 你的光越来越强 那它所产生的一个电流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OK 在这边呢 你可以想象说短路是什么意思 短路就代表说Diald没有跨压 Diald没有跨压就是Diald它 因为跨压所产生的电流会等于零 因为我们知道Diald它有一个公式 IS Carnatial VT VT除上VT-1 有一个Diald的公式 它搞定电流公式 因为它没有跨压 所以说Diald的电流就等于零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蓝色的部分 I2等于零 所有电流都是来自于光电流 我们称这个叫光电流 但是它也叫做转路电流 在这边叫转路电流 因为它这边是保持在这个正部端 也是一个转路状态 Share-sectoring 一般的规格 它都会定义出 这个 跟这个 在一个它正常的超过状况下 等效的VoC 还有等效的ISC 就是Current 那 接下来呢就是 呃 OK 好 这下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一条线 比如说假设你也没有照光的时候 这边 这个部分呢 你假设它就是一个没有照光 它在没有照光的状况下 没有照光的状况下 没有照光的状况下 这应该是I1的一个 对不对 这个部分是I1的一个 就是你在没有照光的状况下 没有照光的状况下 这边依然还要是 那假设你有一个偏压在这边 你没有照光 然后你有一个偏压 一个逆偏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它还是有一个流一个电流 那 它大概等于负IS 等一下我们看公式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它就是暗电流 暗电流 就是因为说 我们这个Polodile 我们会想象说 它的电流全部都是因为我的光所产生的 你会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今天没有照光的时候 你这个Polodile 我就应该是没有电流 但是因为它本身还是具有Dial的特性 那Dial的特性它在没有偏压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一个很小很小的 大约点IS的电流 所以说这个叫做暗电流 它在光的二极体的部分 我给它一个名字 这边是I1等于名字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把这个刚刚所说的东西 我们再用数学式再看一次 就是这边它的总电流 它的总电流是这个光电流 跟这个达尔电流两个的总 但是注意到它们两个方向相反 再加这个 因为你的偏压方向是正到负马 那这边你照光的时候 它电流是从正极流出去 并不从负尖流出去 所以说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就变成 它们相反 所以就变成简号 有个简号 那你是以往上当作正 这样的表示方式就是说 我把往上当作正 那相反的就是往下 这边的就是互相 所以要加一个符号 那这个ID就一样用IS 2-VT 2-VT 那这个就是KQ3T OK KQ3T 这个VT 就是热电压-1 然后这个是假设我们整理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符号 让它变正号 然后把这个符号里面的顺序变相反 这个E减掉 那 所以说这个代表它电流表示是 那在这边呢 假设说我们今天是设定这个电流为0 这个在第二项里面 它代表说我假设说 我要表示这个BOC这个电压值是多少 我要表示这个电压是多少 那所以说这时候这个电压就是处在说 这个电流是0的状况 这样 OK 变成为0 然后呢 所以说 就变成说这两个东西 这总和为0 就等于说这个是等于0 等于0 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把它 做一下移项 因为这个等于0 所以从这边 这个东西等于0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项移到等号的另外一边 就变成像这样 对吧 因为这个等于0 那移到等号另外一边之后呢 接下来我再把is移到下面来 所以is可以看到在下面 我再把这个-1呢 移到等号左边来 它变加1 然后剩下 就是剩下 以potential的vd除以vd OK 在这边 接下来我再左右取一个lone 取lone 然后让这个 以potential变不见 取lone之后呢 接下来这边 它就剩下vd除以vd 我再把vd移到等号左边来 也要等到另外一边 我就 最后只留下这个vd 那这个vd 那这个vd就等于这个vd long 然后 i 然后is加1 注意到 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 我还等于vc voc OK 你看注意到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就是 我这时候 假设我的i是等于0 我没有电流流出去 所以说这时候呢 你等下了这边 你算的是什么 vd vd 等号左边是代表说 我算的是这个dial 的跨压 dial的跨压 就是等于vc vc ok 那 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式子里面 假设说今天你的光电流越强的话 它所代表的vc就越大 所以很直观 因为 你就用比较强的光去照它 它才会比较大电流 它等效而言就是说 它反映成一个电压源的话 它也是比较强的电压源 就是这个点 那假设说我们要来看的话 是看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在中间这边 这些点子 这些点子 就是这个vd等于0的状况 当vd等于0的状况 vd等于0的话 这边 比如vd等于0 这一项就等于1 所以1-1 就等于0 所以说 代表说整个电流无要安全 都是有2L的决定 整个电流无要安全 都是有光电流的决定 所以说这时候呢 在这个 这边 在这个跨压为0的时候 所导通的电流 它就是 短路电流 叫短路电流 那同时呢 它就是 就完全由光的照 光的强弱来决定 所以说 在这边我们大概可以得到 就是说 光的强弱在这个 在这个0天压点上面 是可以完全反映 反映到它的电流上面 它变成一个等比例的关系 所以说你在规格表里面 比如说你先打开一个 关于光二极体的一个 一个IC的规格 它里面会有一些图 它一定会是这一张 它一定会是这一张 这一张者就是说 它这个X轴呢 是Dial的电压 Dial的跨压 比如说从0到0.5 注意到 它其实看到 现在看到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 0,20,40,60,80,100 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表示方式 不一样 这个电流 一般来说你是往下的话 你应该说什么 -20,40,60,80,100 你会这样表示 但是呢 它在这边 它这边它这个所谓 它这个光电流 它指的是这样的 这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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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20,40,80,60 这等于说它把这个 原件这边也有一个符号 它符号 没有把它表示出来 它符号 事实上是因为说 它直接把这个电流方向 直接就是整个转向 一般而言 这个Dial的 Dial的定义的话 你是定义 看右边这个 就是正部 这样子是一块压 电流是由正往部流 这是一般所定义的方向 也就是说 我在绣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的脑袋里面是用这个图来 当作定义的 但是在规格表里面呢 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就不太一定 根据公司 公司不太一样 他有时候他给的值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0,24,60,80 其实它是用往上 往上的电流方向当作正的 所以说 为什么它会有那么激情的表示方式 就是说 它的越下面越大 那是因为说 它是直接把这张图取出来 把这一块取出来 OK 把这一块取出来 但是呢 它又怕你说 这边电压 然后这边是负电流 他就觉得奇怪 怎么电流一看显示就是用负质 看 感觉起来是很 很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表示方式 所以说 它锁定就是 它就是 所以我这边电流方向 它就是定义就是往上流的电流 OK 那可以看到就是 在这张图里面 它这边有不同的 100Lux 200 300 400 500 1000 它这边 好像有错 我这边也写一个1000 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 这是两颗不同的Ig 应该只有两颗不同的Ig 因为这边 右边也有对应到两颗不同的Ig 好 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照度 它在不同的照度底下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电流大小 那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欸 我的电流 除了我的照度会影响以外 我的跨压也会影响 我的跨压也会影响 就是你给这个Valoo的跨压 越大的化 它事实上它电流会增加 这边来说 应该是不能说增加 应该说 它会 它会改变 它会改变 电流会改变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个观观集体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说 我们希望 这个电流它只跟照度有关系 我们会试着把这个 这个Valoo大人 让它操作在这一块区域 OK 这边它有 它有等于说 你可以把它分成说 这边有一段 中间有一段 后面又有一段 它其实有三个不同的操作 不同的特性 就是分成三段曲线 我们会操作就是操作在中间这一段 就是说 它的电流只跟它的照度有关系 跟它的跨压没有太大关系 只有这样子的时候 你才能够说 我是去感色光 我现在没有要感色我的跨压 我就要感色光的强弱 OK 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让它 零变压或逆变压 不会让它操作在正变压 因为它操作在正变压 不小心它就进到右边这个区域 这时候它的电流就跟这个 光的照度没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说我们都操作在中间 或是左边 大概是这个范围 那右边这一张曲呢 就是说 当你在所谓的零 零偏压的时候 就是说你在转路的时候 你可以说就是这个点 跟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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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零偏压的时候 零偏压的时候 你的照度跟你的电流之间的关系 你把它写到右边来 就是一个是照度 一个是产生的一个电流 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非常线性的关系 那一般厂商他们在提供这个 他们通常都给你这张图 给你这张图 但是假如说你看到一些比较 说明这个曲线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些数学的这个 表示式 这个转路电流呢 它会跟某些东西有关系 跟光二极体 首先就是你这个受光的面积 那这个光二极体 它会开一个window出来 开一个视窗出来 你可以从 你可以照光到这个 它所提供的视窗 这个window上面 然后这个window上面 就是说你 假如说在这个window上面 它所照的这个光是越强的话 越强的话 然后它当然就会产生越多电流 它同时呢 还会因为它自己的材料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说波长 它所接收到波长的关系 会影响它的这个敏感度 所以说这边还有一个alpha 这个alpha呢是比例常数 它会跟你所给它的波长 还有就是 为给它的角度有关系 不过通常在 在IC上面不会提供这些东西 它不会提供 它不会提供这个数据 它只会跟你讲说 反正我就是给你这个 我量测出来的区间 你就看看合不合你自己使用 合不合你自己使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零偏压的时候 它在零偏压的时候 你给它一个 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这个太阳底下 是10的4次方 你一般的大太阳 不是在大太阳底下 一般的白天 比如10的3次方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室内 你开一盏小灯 12次方 在这个范围底下 你可以看看电流 这个电流呢 它是用microA 10的副6次方 有够小 有够小 它这个电流呢 比如说是大概10的1次方 几μA 几十μA 到几百μA 挺多呢 就让你到达mA 这个电流呢 有够小 就是说你 你 假如说你今天 把这个电流去经过一个1k 1k欧姆的 1k欧姆的一个电阻 你只能得到1mV 2mV 还是0.1mV 你光看到这个 它所对应造的电流变化 你大概就想说 我这个光纸加上一个电阻 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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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反映出来 大概只有1mV 2mV 那你要换成 你一般可以接受 可能几百mV 最起码后面要再换 100倍的放大器 甚至1000倍的放大器 你才可以使用 好 那接下来它还会提供 它还会提供一些 每一个不同的厂商 我们这边就找 最大公约数 就是 大概大家都会提供 那有一些其他的 比较 比较 起客的 我就没有放上来 我来看一下 这是 暗电流 暗电流 暗电流指的就是说 在没有光的状况下 单纯因为 Dial本身 那个RS 都产生出来的电流 在没有光 没有光的状况下 暗电流 等于说 在这边 这边左边有一路 这边有一路 你就假如说 左边这一路就可以掉 现在右边这一路 那我们理想上 我们希望说 在没有光的状况下 你最好是不要留给你 这是我们希望的状况 不好意思 我先把外面的 换掉 那 我们继续看 我必须注意 这边这个是 在不同的天涯底下 就是说 你现在 你没有光了 然后假如说 你这边跨压有变化 这时候 你这个 通通产生出来 这个暗电流 所以你不希望看到 暗电流它的变化 那当然就是 这边 它这边是说 它的天涯 增加 这个是逆偏 越来越多 你可以说 就好像是VD下降 VD下降 逆偏越来越多 然后 下降的时候 这一项也会 可能一求 这一项也会跟着下降 OK 你可以说它是负质 但是它负得越来越大 所以 以Penetial 这一个东西 它会越来越接近零 越来越接近零 但是它不会变来零 它会越来越接近零 等于它变小了 变小了 它变小的时候 一减到以Penetial 之后再就变大 因为这个东西变小 所以一减到一个变小 它慢慢变大 慢慢变大 你会看到这一项变大 它的IO就会变大 所以说在这边就是你的偏压变 密偏变变的变大的时候 它的电流会增加 OK 那接下来这边是说温度的关系 温度的关系 那当你在这个暗电流 就是你在没有照光的状况下 假如说你超过高温的时候 你的电流会增加 那不过这边右边是用式子的方式来解释 因为它就是你这个 按钮是这一项 这一项 你的温度改变了 温度增加了 这一项就会下降 这一项就下降 这一项下降 这个整个值就会增加 它就会增加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趋势 不过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物理的角度 来去解释这个行为 就是你在Penetial界面里面 你的温度增加 那个电子的那个 它的能量就增加了 因为温度增加 所以自然它 就是 可以导通的电子就增加 它电流就增加了 所以说你可以用 你会知道这个趋势 你会知道说 温度增加 我的电流就增加 只是说这是一个 它这边 你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我建议就是说 你大概就是每20度C加10倍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一方面知道这个趋势 一方面你大概心里要有个提 比如说今天我改变的温度 改变多少 我电流大概会改变多少 只要你有多这一层的认识的话 会更方便你在使用的时候 做一个初步的预估 大概每20度C 它的电流增加10倍 这是一般这个暗电流的一个 算是最常看到的状况 20度C加10倍 所以说比如说你今天改变了 比如说你今天 环境可能从室温 比如说可能变到 60度 80度 那它的暗电流可能会增加 大概只有1000倍 你增加60度的话 你大概就暗电流增加1000倍 那增加1000倍之后 你会发现说这个电流就会很 它就是会占到 跟光电流是可以匹配的 跟光电流可以匹配 所以说这时候你会分不清楚说 这个到底是因为 就是说 它额外的 就是你说光以外所产生的这个电流 这一项变得蛮大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它会提供的图表 那在这边 比如说左上角这张图 它指的就是说 它在不同的波长底下 它的敏感度 那它的敏感度呢 是一个相对的敏感度 就是说 它把它最大的部分 叫做100 叫做100 那这边比如说两个不同的IC 不同的光二级 不同的光二级 那它们就是 比如说我这一颗 我这个曲线这一个 我大概是对这个900 110 0mm 比较敏感 然后呢 另外的实线呢 它是对900 0mm 那900跟911呢 它都是红外光 都是红外线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刚刚有这样 OK 大概红色 红色光 红色光大概就是在620 大概到700多 620 大概快到700左右 这是红外 红色的光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900 900 这个已经是红外线了 700这边是红色的线 红色光 红色光 那这个是 它正面不同波长的一个敏感度 不同波长的敏感度 OK 还有呢 右边这边是说 它那个IC 它那个IC 它会有一个开口 比如开口 它开一个window给你 然后接下来 你就从这个window上面 直接照下来 就是零度 距离这个平面的这个法线向 它的法线 它的夹角 它的夹角 那假如说你是完全就是跟这个法线 它是平行的 直接就正面就直接射下来 它是零度 它当然会有最大的这个敏感度 它会得到就是最大的效率 那假设说你今天你是有偏的 你的角度有偏 有偏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个效率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因为你的光 你的可能会变成斜斜的射进来 虽然你用一样的光强 但是你随着射进来 它等效分布在这个面积上面的这个光 还有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界面 它这个平面 它可能只对某个方向的 它可能会 就是你的角度偏差 所以说它就 倒不进去 因为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 它那个IG上面 它会 开了视窗之后 它会加一些透镜 它加透镜 帮你聚光 帮你聚光 这样子 它可以 它可以照进去的光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它的角度就会被限制住 那这边就比如说 因为在这边这有很多远环 这个远环每一个是代表百分比的意思 百分比的意思 那比如说这个零度 零度 零度呢我就看说 这边这个圆环对到什么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代表说我在零度的底下呢 我就百分之百会接收 我的敏感度最高的 假设说我今天偏了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偏到二十度 我的夹角夹到二十度 这时候呢你就要循着这个值 这边是一百 这边是八十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是九十多 大概是九十多 相对的敏感度 那接着呢 假如说你再把夹角变成三十度 那这时候呢 相对的敏感度呢 它就变八十 变八十 我看一下 这是几个 这是九十五 这是大概九十左右 一十类归 那 比如说大概这边是夹角四十度的时候 它大概就八十 然后呢 当你 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就是说你现在讲说你可以用的 它这边就定义了说 你在六十度的时候 你就只剩下50%的敏感度而已 相对于零度而言 你就只剩下50%的敏感度 你照一样的光 在这边可以看到一 在这边只能看到0.5 因为角度改变 好 那下面这边是它 比如说列的表格 可以看到这边 比如它会照顾你 Open Circuit Voltage Show Circuit Current Dark Current Open Circuit Voltage 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 它在讲这个Open Circuit Voltage 就是VOC跟IC的时候 它都会告诉你说 我这时候我在测试的时候 我的光是多强 我的光是多强 它会给你一个 要不然的话不同的光 它反应的IC 又完全不一样 VOC又不一样 你的光越强的话 你的VOC越大 IC会越大 OK 你的光越强的话 这两个值 它都会越大 OK 那这个Dark Current Dark Current 就是你没有光的时候 没有光的时候 你的弄的变得是多少 那这时候没有光的时候 假如你的偏向越大的时候 你产生的漏链链链会越大 OK 所以说你 在这边它会指定说 你这时候的偏向是多少 那你看到那个漏链链链是1,0,0,0 所以副六四方 看起来还好 那接下来这边有一些 这Cover Factor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这一家 它所提供的 这个Item 其他的没有提供 所以这我不看 我再进行往下看 就是这个 比如说电容 它只能是说这个Dark 它的震端跟负端之间 等到多少电容 这电容是用来 帮你 估计一下 说你能够操作多快 你这个才有的能操作多快 然后呢 下面还有就是 这个 比如说这个VoC跟IrC 就是上面这个 Open Circuit Voltage 还有Show Circuit Current 它们两个随着温度的变化 改变一度C 你的Open Circuit Voltage 会变多少 还有等于电流 会改变多少 这给的都是一阶的系数 一阶的系数 那接下来下面还有 这个State Transactivity 这个指的是说 它针对光谱的敏感度 它这边呢 它是说 它对敏感的那个波 的波长 的位置是在哪里 这个东西是来告诉你说 我是要打什么光给你 然后 它这个不是给最敏感 它是说 我对哪些地方都会有反应 因为它这边给450到1050 所以这个曲线 它从450开始到1050 它都有反应 但是一般而言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所谓的Spectrum 它会只给你一个尺 比如说它给你900 500 这是Big Weaverland 整整 在这边 我对这个範围都有反应 但是呢 我最有反应的是 在900mm 那红外光 对这个波长的最有反应 然后还有这边有一个half angle 就是说 当我的这个敏感度呢 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光 注射光的夹角是夹多少度 它对应就是上面这个图 就是它夹是60度 60度的夹角 这时候呢 它对应到的效率是50% 所以它是60度 所以它是60度 那接下来呢 是 那不同的 感受器 它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曲线 注意到 上面这边有一个 这样子 就是说 它对0度 一样100% 但是呢 你只要稍微一偏 它整个就 整个就没有了 比如你只要稍微到10度 到10度 它大概只剩下 我看一下这边是多少 98 7 6 5 大概5 就是10度 它就掉到50% 然后呢 下面这个呢 是说 你要掉到50% 你要60度 所以说 这个圈圈角 看起来是越圆的话 越圆的话 或越扁的话 代表说 它可以接受的范围是越宽 假如说今天呢 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就扁扁的 扁扁 就是说 它这样看起来细细 细细一条 就代表说 它的可以接受的角度很窄 很窄 很窄 那 这两个东西 它 就是不同的应用 因为 下面这个东西是说 我希望我在很宽的范围内 我都能够接收到 接收到 接收到 那 上面是说 我只要这个范围的 进来就好 只要这个范围的进来就好 就看说你的需要是什么 它是一个是 上面属于比较高的 它要selectivity 它的选择性比较强 它只收这个角度 下面呢 就是它的选择性是比较低的 就是说 你什么 只要 这个范围以内的 只要很宽的范围内 它都可以吃 它都可以吃这些瓜 那 右边这边是说 关于这个 它的速度的部分 我们在关心它的速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一下说 你的偏压 它在不同偏压底下 它的 电容值会不一样大 会不一样大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当它这个 这个是逆偏 你逆偏的偏压越大的时候 它本身的电容值会越小 OK 那 这个部分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偏界面 因为我们知道说 当 这个逆偏 在偏界面你的逆偏 越强的时候 中间工法就越大 工法就越大 会导致说 这个电容 它中间的平行电板 左边是电 右边是电动 它中间平行电板的距离变大 导致说它等效的 你知道那个电容 平行电板它的距离越大的 它的电容就越小 所以说在这边它就会呈现一个 距离越大 它跟距离成反比 这个电容值会跟逆偏的偏压成反比 因为中间的空法区变大的关系 那 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说你希望它操作的快一点的话 你不妨把它逆偏的偏压再加大一些 假如你给它再临偏压或给它顺偏的时候 你不妨说它电容值还蛮大的 它速度就不利它的操作 不利它在高速以下做操作 好 好 我们休息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等一下我们继续 各位休息一下 喝口水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说 我要怎么使用这些光热机 那 从刚刚的说明里面 我们有提到 它最好是放在顺便利便 还是利便压 刚刚我们有提到 在顺便的时候 因为它 会产生这个带有的电流 所以说跟它的光电流算是打价 好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它操作的顺便 在领偏压到逆偏压的选择里面 逆偏压会让它的这个界面电容 变得比较小一点 所以说它速度比较快 好 那以这个使用上 假如说 一样是 就是 假如说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当然希望速度可以快一点 所以说 这个逆偏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 如果有时候 它在处在零电压的时候 因为它不会有电子消耗 零电压的时候 它不会有一些额外的 就是假如它操作的逆偏 可能有时候电路的主态会比较固达一点 所以或许我们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 逆偏 有时候它的主态比较固达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电路比较简单 所以选用一点 但是假如说在速度上 假如说 取得一个比较快的速度的话 逆偏当然是手要选择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很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式 通常就是Dialed 直接接逆偏 下面直接接个电子 然后呢 我们就是看这个 这边跨在电子上面的跨压 那这边呢 它本身已经放在逆偏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假如说你有照光 那这边就有电流流过 注意哦 它是从它的正端流出去 它的正 它的正是在这边 它从正流出去 这边跟我们前面的并没有 因为有人会看到 你这个老师你是有画错 这个正不及 这个它叫你 就是逆压 逆压 这个应该没有电流 对 没错 它在没有光底下 它只剩下这个 IS 只剩下这个 Dialed它在逆偏的时候的IS 在没有光的状况下 但是有光呢 它会有额外 一份是因为光头产生的光电流 从它的正体流出去 从这边就等于说 往下流 来经过下面的IL 所以说你可以得到这个电压 就是IT 再生在IL 这个IT 其实它是由两个相次所相加的 一个是Dialed本身 这个操作的逆偏 它的IS 电流 再加上光电流 两个相架走的 所以这边是IT 是Portal的意思 那 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类似 这个 你可以说它是逆偏 逆偏的Case OK 就是说 透过这个不回收的路径 不回收的路径 不回收的路径 跟正段的电压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 在这边 在这个 Dialed的电压上面 它这边一样 它是正 正的在上面 不在下面 它有一个VRF 刚好电压 比如说你让它逆偏在VIF的电压上面 接着呢就是 它会这样结是因为说它希望 希望做一个 这边其实没有放大 它等输出电压就是这个点的电压 再加上 再加上这边所留过 这边的压降 所以说这边在表示输出电压 所以它就是VIF 再把这个点的电压再加上RL的跨压 RL跨压是IT 再乘上RL 这个IT呢是由我们 这边所照的光来决定 ID是由照的光来决定 你照的光越强 它这边留过电的越大 这边的电的就越大 它压降越多 这边输电压就越高 好那右边这边也是 这边就你可以看看 右边这其实就相当于左边这个 它只是多加 后面多加了一级 多加一级 那后面这一级它并不是放大 它纯粹只是二分法 二分法 注意到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它没有付回寿 所以说它是处在一个完全就是开回路的状况 正专和负专只要差一点点 它马上就会输电压就会直接到正的保护或负的保护 电压 假如说它大于另外一个端点 负端大于正端的话 输出就是逆 就是负的最大 那相反的假如说这个电压它是小于这个负端 它小于正端的这个参考电压 那当然它的输出就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 这个就是有时候你只需要一个高准或低准的状况 你必须要去帮它做放软交二分法 那这样OK 那下面这边就是一个 它一样是这样子的组 它后面接一个所谓的非反降放大 它用正端输入 它等效的增益是1加上R1分之R度 从这边送信号进去的话 这边输入这边输出 它等效的增益是1加R1分之R度或是R度 不同的输入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表示 这边其实假如这边R1分的话 这边应该标明R1分 有点比误 好这是一个 这是换例 然后 不过有的人 不过它要放大的原因是因为它这边 我们说过它这边产生变的都是几microA 10的副6次方 在乘上 假如这边的跨电阻是10的3次方 1k2k 它剩下呢 10的副3次方 10的副4次方是1m4 你要真正1m4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不小心那个杂讯一来就超过1m4 那你很难去对你这个感色 你要感色的光明 就是会受到杂讯的影响 但希望说杂讯的影响越小越好 接下来这是另外一个例 这边的放大它不是透过OB 它是直接接一些BJT 然后让它操作在比如说类似Como Emeter Como Emeter的放大 我们知道Como Emeter它可以把信号做一个很有效的放大 而且这个单一个BJT它当然它的成本跟OP比起来是比较便宜一些 而且你可以对这个BJT选用BJT跟选用品质 你可以让它的评判 还是它的特性 都有比较 就是可以变化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你可以选你所欲的设计 你可以选你所需要的输入准备 那这个电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它基本上它的操作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今天假如没有光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就没有电流 零光的时候就是没电流 没电流的时候 我会希望说这边 因为它没电流 所以说这边就不会有化压 它化压会很小 它会低于BBE 你可以说它没有电流的话 这边就直接 就好像这个点直接接到D 所以说 因为它这边就直接是零谱 它这边就是关上 关上以后输出呢 它就等于这个直接等于BCC 因为这边它这个关上以后 它没有放电路线 它只有充电路线 就是没有加光的 当你加了光之后呢 这边就有电流了 有电流之后呢 这边下面它往下的 它会往右流嘛 对不对 往下流的电流 再乘上这个RB 它是会产生一个化压 这个化压 这个化压 假如大于 大于 那个BBE的话 这个就导通了 它导通之后呢 它会产生电流 所以说这时候输出电压 它会是BCC减掉 这边的电流 乘上这个组织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二分法 我就是用二分法的方式 来去除它 你有电流 你会电流往下流 就往右边流 你往下流 这个电流乘上组织 它会产生跨压 这个跨压大于这个BBE 它会导通 它导通之后呢 这边输出的电压就是 VCC减掉IC乘以IL OK 这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 那我们去看一下 右边的这些式子 一开始讲到说 没有这个IP的时候 没有BI 我们现在就是 在这个片座的设计上面 我们对这个RB 它的选择重要 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说 没有电流的时候 它我们没有关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电流 还是会有电流 它还是会有一个IS 在那边 那这个电流呢 它 会往下流 也会往右边流 那你要确认说 这个组织的不能太大 你太大的话 即便是 只有一点点电流 都可以在它上面 产生一个足够的跨压 它会让这边导通 它就跟你想的不一样 因为希望说 没电流的时候 这个后面的 这个BJC 它就是off的状态 所以它不能太大 然后呢 它也不能太小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假如它太小的时候 这边有电流 有电流 它有电流产生的时候 因为它太小 所以电流 即便你所有电流 都流到下面这个RB 它都没有办法产生 足够的导通电压 让后面的BJC导通 假如说 我这个组织太小的话 你给很大的电流 乘上这个RB 你产生的VB 还是不足以让这个部分 不足以跨过它的门槛 这样Q1还是死掉 还是导通不了 所以说在这边 你对RB的设计上 它是有限制的 它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太大的时候呢 它会关不上 太小的时候 它会打不开 简单的讲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假如说这边没有IP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范围是多少 刚刚有说过说 它不能太大 那它范围是多少呢 首先就是没有IP 假如说我这边没有送光 这边是属于要关上的状态 它只有ID而已 这边IT的意思 代表说这边左流或左电流 它就等于ID ID指的就是暗电流 暗电流指的就是 只有DIOT本身所产生的电流 没有光的成分 只有DIOT除在逆偏的时候的电流 这时候呢 我们希望是Q15 就说你离光的时候呢 这边不会有电流下来 这边就是要关掉 你要关掉的话 就说你这边ID 这个暗电流 再沉上这个RB RBG小于B的跨压 你不能打开 不能这个太大 要不然它就打开 所以说ID沉上RB 要小于B 那我们再把这个RB 把ID移到下面去 我就得到RB的限制 RB的限制 就是它的 它必须小于BB除上ID 是它的上限 那接下来呢 假如说这个有IP的时候 就是说我今天有光打进来 它的电流产生的时候 它的总电流呢 是光电流再加上暗电流 那当它有光的时候 一般来说这个光电流 会远远大于暗电流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会想说 想一件事说 我有光 我有电流 接下来呢 这边后面要打开来 你会想说 K1要打开来 K1要打开来的时候 它的电流是多少 它打开来的时候 它电流要总估计 就是说 你的估计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打开来了 然后这边它操作在 比如说一个Situation region 跟 跟那个 它的区域是什么 一个叫Situation 一个叫 所以它有两个区域 它就处在那个临界 就是说 我希望你打开是完全打开来 然后你会吃一个0.25 到0.35左右 跨压 这边有一个VCC 减掉VCE 然后呢 这大概0.25 到0.35左右 再除上RL 好注意到 这个电压除上 这个的跨压 代表这个IL 跨压 它除上L 这等于它流过电流 就等于这个IC IC1 那在这边 这个VCE可能是几幅 12幅 还是十几幅 这个VCE呢 只有比你2幅 所以说你在这边 你可以忽略掉 这个VCE这一块 可以先把它忽略掉 OK 那同时呢 这个它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假设说 这个IV跟IC的 它的一个倍率 因为PKKKK 它会它的IT 就是Beta IB 跟这边有这个关系 那I-B的电流呢 它又等于这边 这个电流 总电流 去减掉下面 的分流 剩下来就是IB 最后这边IB 就等于IT 减掉IR IR R代表说流过RB的电流 RB的电流 RB的电流 就是等于VBE 逐上RB 等于这个跨压 逐上组值 就等于这边往下流电流 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我又可以把IP再带到这边来 IP就变成IP 应该说 因为是总电流 总电流就完完全全是等于光电流的部分 IP是指光电流的部分 IP则是指的是暗电流的部分 我们把暗电流顾约掉 所以这边就是IP IP IP-IP往下流电流 IP1 配端的电流 这边是collect端的电流 VCC除上rl 是collect的电流 R用再除上beta配在这边 那你把这式指的再整理一下 移到左边右边 把这个移到左边 就变成这样 你可以看到VCC除上rl beta 移到左边 右边移到左边 所以从左边移到右边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RB跟左边这个东西位置互换 所以它移到左边来,它就变成在这边 它移下来呢,它变成在分母这边 OK,这边是说 就是说,它有另外一个限制 假如说它的组织再小的话 它就是算是定义它的另外一个下限 算是定义它的下限 然后它在小的话 它在小的话,其实它会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它在这边,它会发生类似这样打不开的状况 OK,在这边反映就是有一个 Limitation1跟Limitation2 一个代表上限,一个代表下限 所以说你可以follow这个 就是这个上限跟下限 只要确保论的组织是在这个范围内 它就可以正常的操作 就是它可以打开,可以关得上 OK,那上面这边是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就是reverse virus,逆偏 电阻,NPN 那下面是它的 算是相反的版本 相反的版本 一样,这是在逆偏 这个RB对应到这个RB 这个NPN对应到这个PNP 这个RL对应到这个RL OK,它一样在collect刚刚抓出来 它只是说 把上面这边的电路 完完全全的就是 做一个互补的版本 这边反正是电阻接到D 这电阻接到VDD 这边NPN,PNP 这是负载电阻接到VCD 这负载电阻接到GND 它是完全相反的 摆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 不过它的操作也就是说 你关上的时候它关上 你打开的时候它打开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自动 这边所看到的东西也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 那下面这边是说 在有光跟没光的时候 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当然在没光的时候 因为这边它没有打开 所以它的输出电压就直接 会拉到VCD去 因为这边没有电流 它关掉了 所以这边就是输出拉到VCD 有电流的时候 这边有电流 这边是VCD 它减掉IC RL IC 这个IC 就是 这个 这边应该是Beta配 不好意思 这边是Low 这个是加1 应该删掉 它应该只有Beta Beta配的IB IB 就是IT 这个电流 减掉下面这个分流 所以减掉VPE 除上RB 这个加1 要把它拿掉 这比目 太干了 太干了 就是 一个是有光跟没光的时候 它的输入电压的大小 那接下来就是 像这种方式 像这种方式 你应该想像说 你的 你的 这边 这边 你这边 原来的电流 事实上它会透过 这个 TJP的关系 它会大概放大到100倍 甚至更多 100倍 200倍左右 这个电压 那我刚刚不是讲说 它的电流 其实只有几Micro A 你透过像这样子的放大之后 你可以变几百 那也就是说 换算成 假设你成它一样的电子 我看你 本来是几MV的电压 你会变几百MV的电压 那几百MV 我就可以 观测了 刚刚的 刚刚的那个几MV电压 是很难去观测到 但是假设它乘上个100倍 200倍 这个电压 我们就会 就是觉得 可以接受电压 所以一般来说 它所使用上 都是加上BJT 加上BJT 在做放大之后的版本 为最常使用的 你不会直接把它 拿一个三一个PotoDial 直接拿来量 因为它的 它虽然有反应但是 它的变化太小 那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是 在这个Face端 我们放了一个电子 放了一个电子 然后让它直接 就是直接 这个Face端 直接给它接到地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在关上的时候 假如说 没关的时候 它的按电流 会 流到下面去 会流到下面去 OK 然后 你可以看到 我右边有写一句话 就是 你今天你加了这个电子之后 加了这个电子之后 你在 你在你关上的状态下 关上的状态下 你的电流呢 因为你有这个路性 你可以往下流 所以它不会往Face流 那这时候可以确保说 它Face没有电流进去 它就比较不会有反应 那你会关的比较近一点 那 当然呢 就是说 当你这个在导通的时候 你关得紧 你在导通的时候 这电流呢 它会流一些流下来 所以说 它 当你在导通的时候 如果电流 它不会全部都流到Face端 它会往下流 所以说 你打开的时候 它也会压抑 所以说你可以关的比较紧 但是你打开来的时候 你有一些电流往下流 所以说你真的流到Face端 你的电流变少了 你在这边所产生出来的 ICCurrent也变小了 你可以关的比较紧 但是你开的时候 它也没办法开得很大 费力比较小一点 这是三端的 为什么说三端 因为我后面 等一下我会介绍的是 Polo Transistor Polo Transistor 长的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这个是两个端点的 两个端点指的是 它这边接出去 它有Face 有Emitter 有Collect 它是三个端点 在这个虚线范围内 它有三个端点接出去 在这边 左边的图示 跟它相对 在这个虚线范围内 它只有两个端点 只有Collect 跟Emitter接出去 Face端呢 直接跟Collect 接在一起 透过这个大尔文 一片大尔文 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说你在 没有光的时候 它会有电流流进来 没有光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电流 流到Face端 它假设 这个偏压的温存 就是你先没光 它只有一点点电流 但是这边的电压 假如说还是 它有一个大的Vc的话 它会在这边诱发 Beta费的暗电流 你的暗电流算 只有10的-9之方 10的-9之方 但是假如乘上100倍 它会变成10的-8之方 R-7之方 那就变成说 你要关的时候 会关的不紧 因为你希望它没有电流 但是说 它关上还是有电流 它便关不紧 当然它开的时候 就是很忠实 就直接把这个导光电流 乘上Feta费 它的放大费率 会是最OK的 最大的 但是它关的时候 是关不紧 所以说你要选择左边 还是选择右边 就是关是你的规格 你在设计上的时候 你就有不同的考量 左边 没有加电阻的 它会 放大的时候 会中止放大 但它关的时候 还是会有蛮大的漏电流 右边这边 就是说你关 可以关得很紧 但是你在打开的时候 你的电流不会很大 OK 那下面这边就是 就是说它在输出的主要 就是假如你在关上的话 你这个关上的话 它只有按电流 那在关上的时候 它的输出电压就是 VCC 减掉Beta费的按电流 因为这边 它在关上的状态 它是有Beta费的按电流 来 来经过这个 这个 诱发这个IC 然后再乘上这个R7 所以说 看一下 我这边 我这边有写错 这边上面跟下面 只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它这边 它在没有关的时候 这边是ID 有关的时候是IP 所以说它有关的时候 它就会 完全就是IP 然后乘上Beta费 但是没有关的时候 它会变ID 假如是ID 这ID 这ID 应该不能 不能忽略 那右边这边也是 就是 它在考虑的时候 就是它没有关的时候 它没有关的时候 它没有关的时候 就是 这边是只有ID 那ID假如全部 会往下流的话 然后这边 就不会给你的流进去 然后 只要它是关上的话 这边就是 Vo就完全掉到Ground 所以它没关的时候 会掉到Ground 那有关的时候 它就是 这边的I 这边的电流 它要先剪掉往下的部分 还会等于剩下 还是往费端的 然后再乘上Beta费 Beta加一费 就等于这边的电流 这边的电流 这边的电流 再乘上它的主持 就等于它的跨压 就等于Vo 所以这是有关的部分 一个是有关 一个是没关 那在实验上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购买 HoloFile 所以说这个实用 我们就没有做 基本上 还是跟我们前面的图一样 就是我们会先把这个Dial 再加上电阻 它是一个逆天 逆天的Dial 在下面加电阻 现在把这个电压 透过一个 非反向放大方式 把它放大 那你也可以 下面是另外一个Case 就是 就是 就是你直接把复端 电流 它会直接从这边流下去 然后这边 就是电流 你会电流 从Vo 往左边流 流过下R3 再往左边流 流到这个Style 它是一个 它最近到我们 最近到我们 刚刚有这个图 一个是这个方式 实验的 实验的这个内容 一个是这个方式的接法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方式的接法 就是 最应该是这两个接法 就是我们的实验内容 所以说 你应该可以在这边看到 就是你的 当你的这个电流改变的时候 你会看到输入电压的改变 不过我们真的没有做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个 东西叫做光的二极体 光的二极体 那包的二极体其实它是 呃 它其实并不是说 它做了一个 呃 光的二极体 它其实应该是说 它把PotoDial 再加上二极体 再把它包到一颗IT上面 好 这个PotoDial 全是全 它其实是把PotoDial 原封不动搬进来 再加上 NPN 或PNP OK 那 这样做就是 省去了 原先我们 对PotoDial 的诟病就是 你的电流那么小 我要怎么侦测 你的电流那么小 在层上电阻 就是几MV 我要怎么侦测 对 所以它就干脆 它就把这个NPN 它就直接放在这个Dial 旁边 直接在做进去 在制程的时候 直接做一个NPN 在这个PotoDial的旁边 所以它就长得像这样子 这就是Poto全式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Face关 它有一个虚线 这个虚线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个主态的时候 你的Face关可以接 出去 也可以接出去 它在提供这个Poto全式的时候 它有 没有Face关的版本 也有有Face关的版本 两个版本都有 那至于有Face可以拉出去 它会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 我们在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前面这种接法 OK 假如说你的Face关可以拉出去 你就可以有这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说 你要接一个电流 或不要接一个电流 你可以选择说 你是要左边的主态 还是右边的主态 当你不接出去的时候 但是假如说你是两个端点的版本 你就只能选择左边这个方式 好 所以说左边 所以说两个 两个 出称名 中一有 它Face端 可以选择接一个电流 或不接一个电流 所以说在你看这个IQ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它有两个不同 Face有的是三端 有的是两端的 就是看这个Face 要不要接出去 那当然 它的好处是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说 你透过这个NPN 这边假如有电流 老公用光电流进来 它直接乘上Feta倍 100倍 还是200倍 这个 你马上就可以观测到 看到明显的信号 不会说在那边还要加一个什么 放大器来帮你做放大 那 当然右边这边 还有 还有就是说 假如说你先加一集 你不满意 你可以加两集 变大了一顿 就是说 这边有一集 它增加Feta倍 量积大概就Feta平方 Feta平方倍 就变一万倍 刚刚是一百倍 一百倍 一百乘一百倍 这时候呢 你就是 即便你这个光电流 就是 你希望这个东西的感受度够高的时候 我这一点点光的变化 我都很有反应 原先是原先那个只有Dial的版本 就是光变化很具体 但是你只有一密一末 两密一末 那接下来呢 中间这个版本就说 光有变化了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变化一百零 可以观测 但是呢 这边又 它又再把它 我不需要说你光变化 我来变化个一百零 那它是代表什么 也代表说 今天我是要去感受一个很微小的光的变化 它有这个正义上的熏调 所以说它就在里面锁性加了两极 加两极 那 当然 在下面 在下面 它在提供给你这个Project Editor的时候 它就不是给你Dial的曲线 它是给你这个Transistor的曲线 它给你看到的是下面这张组 就是说我在规格表里面 我会丢这张组给你 告诉你 它特性是这样子 你就会看到很熟悉的波形 这个是VCE 这个VCE 这个是ICCurln 然后接下来你就说 这个VB1 VB2 VB2 不太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边呢 它的VB1 没有VB1 它代表是照度 代表是照度 OK 就是说 你在不同的照度底下 你会产生不同的IPCurrent 不同的照度 产生不同的IPCurrent 不同的IPCurrent 它其实遭遇不同的跨压 遭遇到不同的跨压 遭遇到不同的跨压 所以说 它给你这个照度的大小 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VB的资讯 只是说它在这边 它因为它是真色光 它是光二极体 所以说 它对它来说 它必须是界定的 它的输入是以光 作为这个传输 送进来的媒介 所以它在这边 它并不是什么 什么VB1等于1V V1等于2V V1等于3V 这种东西 它是用这个500Lux 1000Lux 1500Lux 这种方式来给你 来给你输入信号 那 你对于这个 你在这边 你只要把VB1 跟光的照度互换 你能够接受的话 事实上你在使用这个光二极体 就还蛮 剩下就是你电子权里面学到的东西 电子权里面BJT 学到的基础 这边都可以使用 那这边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我从光的Dial的到光的Transistor 再到达林顿的光的Transistor 那就是 就是 你Dial的 接下来你再换成上面这一种 原先就有Dial 右边是我们 比如BoloDial的 就是BoloDial的 比如它的图 你可以看到它在 它在 它的 电流的数量级 是那种 那种什么 Dial 那种什么 这边是按电流的 按电流的 诶 我会这样 等一下更正 呃 这边我们要来叙述一个问题 就是说 Dial 它本身 它在没有光的时候 它在没有光的时候 它是指成像那个Dial 的电流 那 一般这个Dial 它是10的-9次方 10的-9次方 一个按电流 就是没有光的时候 只有Dial 假如说 你今天把它接着像光的二极体 像这种图态的时候 因为它成像北达比达像100倍 所以说这时候 它从19-9次方 变成10的-7次方 剩到-7 左右 假如说你再加上两极 变达林顿 这个按电流 又会从10的-7 到变成10的-5 10的-5 那可能 可能 不就只有5 可能会跑到10的-4 OK 这个按 代表就是说 你今天没照光 我都留了0.1mm 给你 好 你没有照光 你没有照光 一般原本的版本是没有照光 它几乎是电的能力 根本是什么都看不到 你接到一极之后 它可能变成 10的-6次方 -7次方 也是小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它有电流 这样 那接下来呢 你用这个东西 哦不行了 我这样关上它还是有电流 而且看起来蛮大的 算不能忽略 OK 就是说 你在放大的时候 你 你 就是在敏感度上面 也变得越来越敏感 但是 当你没有光的时候 它这边的 它还是吃了一些电流给你 它不是说没光我就不留 没光我还是留 但是我们在电流设计上面 我们必须要看到 不能说 你这边没做事 你还一直就一直吃功率消耗 所以说这个 有它的 你虽然有大的争议 但是呢 你本身也会变得比较耗电 然后同时呢 杂讯也会被放大 不是只有信号被放大 杂讯也会被放大 所以说就是 呃 这边就是要来表示这个图 就是说 今天这个暗电流 它们都指的都是这个 在没有光的时候 它们的电流 那你就看一下 这边的数量级 它这个是Narrow暗 这也是 诶 等一下 呃 Protransistor 它跟它 MUMP 这数量级有错 呃 总之就是在这边 我这张图 回去在UPJ 昨天晚上演化了 不知道说 呃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它 这张图它其实 呃 它本来是要对下面的参加曲线 这个分别是Polodial的 还有Polo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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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如说你在团队的温度比赛 你在正常的操作状况下 你会发现说你的电流啊 你的 就是你什么事都不干 你所 所消耗的电流就是 是倍增 倍增 一百倍一百倍的增加 所以说 呃 你在实用选择上面 你就可以 大概有个底 就是说 我到底要选用哪一种 都可以增测光 都可以反映出来 都可以反映出来 变化 你要用哪一种 是Polodial 还是Polodial 还是Polodial 还是Darling 的Polodial 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 其实你大概这边还是follow 就是说 它大概每20度C 每20度C 它最小会增加10倍 这个电流 按电流变化 就是说 你 你除了 就是说 按电流为什么会一直考虑 就是说 因为它很功夫 它还是流电流 而且你在温度变化的时候 它的按电流还会 就每20度C 按电流 又会再增加10倍给你 OK 然后你在加入这个 就是 用光的 光的 之后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 NPN 所以说你在考虑它的 它的电容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进入 就是考虑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 以这个加入了这个 NPN的版本之后 除了原本这个Diode 它本身的电容之外 Diode的电容之外 它这边 NPN 它也会有一个电容 VPC FaceDone Collector 而且 我们知道米的效应 在电子学里面 有所谓的米的效应 就是当这个 电容的两端 假如说它有一个增益上面的 比如说这边是 这边 右边 相当于左边 它有一个负A倍的增益的时候 在这个端点 所看到的电容 会放大A倍 约略A倍 这是米的效应 那在这边讲这个 讲这个东西是说 就是说 当你加上这个二极体的时候 加上这个电晶体 加上NPN的时候 你在这边所看到的CJ 以及这个CBC 它都会被乘上β倍左右 讲到β就是它这个 这个电容两端 它电压的比例 它会被乘上β倍 这个意味着就是说 我这个速度呢 可能只剩原来1% 你原来沾一个 沾一颗二极体 它能够操作在很高的速度 但是你变成光的二极体之后 它的速度马上就帮你掉两个数量值 掉两个数量值 所以说 你有了很高的 比较高的感测度 但是呢 你的速度变成1% 你能不能接受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那当然速度不完全是由这个电容所决定 它同时也由它后面所驱动的电子决定 因为 我们看速度看的是时间长数 时间长数可以反映到这个 它机中盘式的一个主机点的位置 所以说 你在选用的时候 你可以选用 比较小的组织 来换取到比较 小的时间长数 来换到比较远的极点 来换到比较快的速度 那 因为这张图也是 它在棍格表面 它提供给你不同的组织 RL的组织 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它会告诉你说 在这个组织底下 它呢 假如说你是按照它 像它这样子的解法 好 所以我们知道 光位置是这样子接 但是它们在表示的时候会这样子 它会用一个Dialed 在这边再加一个像是光 然后再加一个NPN 来代表这个 完全日程 你在买到的包装的时候 事实上是买到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它在绣 示意图的时候 它是绣这样子的东西给你看 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 你不要看以后就觉得 我好像是这个好像不太一样 为什么跟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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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架构怎么不一样 它实际上这两个是 都是一样的 同一张图 只是它用另外一个画法 那它就会给你比如说 就是上升时间跟下降时间 它不是给你什么组织点 不是给你什么Fameless 它就给你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就是说 它会给你一个 它的情况 就是它这样子未输入信号 接下来 它就是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是多少 然后你再自己根据这个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再去判断说 你觉得它可以操作到多快 在输入上面 它就没有直接给你说 它3DP平均是多少 OK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然后我们明天继续